圆明会华东基金第三期一部落一聚会所的目标 从109年起规划补助4.5亿元经费 协助花莲县建制40座的部落聚会所 虽然受限于用地取得不易等因素影响 但是县政府圆明处表示 包括完工或者正在新建中 以及申办中的建数就超过28个 已超过版数 今年度花莲县内北从新城乡 争取光复瑞隧道南区的玉里镇 争取推动的部落聚会所也陆续动土新建 透过花东基金协助 若是执行建构花莲县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目标 部落聚会所的新建都要靠中央政府 还有地方政府包括县府跟相购所一起来努力 那原则上我们对于各部落聚会所的新建 大概都给予一个活动开放式的活动空间 圆明会花东基金条例第三期 规划补助花莲县总共4.5亿元经费 协助县政府建置40座的部落聚会所 县政府从109年起积极努力 客服用地也协助部落设计规划 最贴近部落需求的聚会所 将来这里完工后 我们为这里再争取一个部落文件站在这里 大家说好不好 好 那花东基金啊 花东基金真的是我们史达卡召立委 傅昆吉立委在立法院为花东两线一起来努力争取的 这个花东基金真的就是要给花东两线来做建设 民国101年制定的花东基金条例 同年就任立委职务的真天才积极争取 并从民国104年起正式纳入补助新建各部落聚会所经费所需 从早期经费充裕 但得要克服用地取得不一的难关 到现在突破用地限制但面临计划经费短缺 立委真天才交投烂额全力协助解决 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些现在的问题 后面的机会所是钱也不够 还有土地也是需要继续努力 所以我们会真天才斯拉卡召会继续的来努力 在中央圆明会立委真天才权力协助之下 花莲县政府已完成以及信件中的分别各有十座的聚会所 再加上现在申办中的八个总共就有28个建案 以超过圆明会拟定的办数 对于花莲县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整层目标也指日可待 记者是越南瑞瑟采访报道